Ceramic 加 Tonestone 表圈 Soft Proc 瑞士机型 GMT 功能 200米防水 马币才小几千块 太过分了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 GORUS Timepiece GDC 4 的小刚 真的 你没有听错 小刚这一集真的要分享一款 非常高性价比 就是在2024年 你还可以用几千块马币 就能玩到 比这种通用机型 我们每次看的这种Selita ETA 那种机型 更美的这个机型 Soft Proc 瑞士的这个机型 这种表款 很多基本上我们现在市面上 不理是主流 或是非主流 或是小众的一些品牌 基本上我们看到它的机型 都是用这种Selita SW ETA 改的这种机型 那整个机型布局 看起来久了之后 你会觉得 比较没有新鲜感 对不对 小刚手上 这一支 品牌叫做 Wenergianico 就是 来自意大利的这一支款式 是真真实实 瑞士的机型 再去到这个 意大利 由他们的这个制表 是调教完成去组装的 那机型是用了这个 在瑞士 非常有历史的 这个Soft Proc 这个老厂的一个机型 而且再加上 它给的一些规格 配备 确确实实是 是完全属于目前 2024年 我小刚觉得 非常有性价比的一款手表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个开箱 一款叫Neraide GMT 它表格是一个42mm 那标的到标的 也不超过50mm 而且厚度只有12mm多左右 上手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压迫感 那表格最大面积的部位 它好像侧面这些 基本上都用了 拉丝雾面处理 可以大面积的防指纹 也更有那种硬朗的味道 那正面 四个小面积的这个表耳 是做了这个镜面抛光 那要提一点 我个人小刚非常喜欢 是这个表冠 它的Crown 它这个雕刻logo 还有那种凹陷 做的非常高质感 它那个杠的颜色 就是感觉就是 你看去和它表克 有一点不一样的那种颜色 真心觉得很美 这个Crown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那表圈是这支表最大的特色之一 是全世界第一个品牌 以陶瓷材质 半切线去区分的 其实这个表圈 它是有双色的 那影片中 不知道朋友们看不看得清楚 它其实上半部分是黑的 另一半是银亮的 而且这个银亮 非常的特别 我在影片这边 比较难去解释 你要看真表 就能看得到 它这一种 是乌杠材质 Tongstone 才有的这种色质 说真心话 这种颜色表圈 真的很特别 我真的还是头一次见到 在工业级的硬度去区分的话 Tongstone 这个乌杠 是已经高达9G 也就是说 它比陶瓷 或是不锈钢 这些的硬度更硬 而且可以做的更亮 它的耐硬度 几乎就相等于 这个钻石 Diamond的硬度 整个表盘 即使有GMT功能 但也是做的 非常的简约干净 这个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棒 唯一有颜色 去突出的就是 Nuride 这个系列的 这个logo 这个名字 和这个GMT的指针 它是用了这个蓝色的 那检阅 但是整支表 看起来很sport 很日血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 泉水表的这个外形 这款是可以单独 调这个GMT指针 和旋转这个外圈 这个旋转它外面 这个GMT的这个表圈 所以可以做到 读取三个不同地区的时间 那GMT那个内圈 你看到我表盘里面内圈 那个24小时 显示的 是和主要的这个指针 一起同步转的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看 其他国家的时间呢 那你可以用这个GMT 这一支第四支指针 用来看早上或环上 Day night 因为它里面内圈 是24小时显示的 实用性上 可以说是真的满份 非常的实用 非常的好玩 而且你不要忘记 它是一个潜水表的一个规格 高达200米 200米的这个防水规格 表圈旋转的声音 跟这个手感 我真心觉得已经碾压很多大品牌 非常的清脆 非常的响亮 在黑暗的时候 它表盘里面的这个夜光 是用了这个蓝色的材质的这个 Super Lumino 来到表带的部分 也是这一支表 其中一大的特色 这个品牌有自己设计的这个专利 它用了十多个不同的这个模组 设计出了这个钢带 搭配钢带整支表的这个重量 大概在170g左右 那其实你如果剪了几个几个表带之后呢 它重量稍微也会比较轻 那拿在手上非常的扎实 它整个手感是非常的好 它的这个剪阅的风格 在表盘上面 令到整支表很容易搭配不同的表带 小刚就在这边用一些不同颜色的一些表带 搭配让大家看一看 好 来到底盖 也是一大的特色 它是做了透备 采用这个蓝宝石玻璃的 是和正面一样 前面的这个玻璃 前后都是用了这个蓝宝石 玻璃这个材质 那周围刻着的这个字 它雕刻非常立体 而且周围都是用了这一种那个字 整个围着一圈都是用这一种 雾面喷杀处理的 层次感和机械感真的很丰富 每支表都一样有独立的这个编号 刻在这个底盖 那来到机星不得不说 真心真的觉得漂亮 比起我每天看到那一种 ETA啦 Selita啦 这个真的不一样 它整个Roto 上链的这个自动图 是度了牢 那也是常常听到这种高级表 才会用的这种Rodium plate 那Rodium plate 牢这个材质 你可以往上搜一下 它是算每一克的 它每一克的价格是比王金 是高很多很多 是非常昂贵的一种材质 贵金属之一 那一般只有在这种高级品牌的机星 才会去度牢去做修饰 提升整个观赏性 所以你看它如果这个上链的这个 半圆的这个自动图 这个Roto 它度了牢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 非常的亮的 跟它底部的那个机星的甲板 它那个设置是完全不一样的 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这个整个自动图 也有品牌自己独有的这个设计 讲真它这个设计真的是 真心讲做的非常的漂亮 机星虽然有自动上链的这个自动图 但是它是比Slita ETA的这种机星 做的更加的平整 当你手动上链旋转那个表冠的时候 你是可以欣赏到它很多齿轮 就是在罚条盒那一部分的那些齿轮带动 你一看到你旋转表冠的时候 它齿轮是可以在转动 你是可以看到的 甲板很多钢轮这些都暴露在外面 那这些基本上你在Slita这一种 ETA机星 你是不会看到的 机星虽然没有官方认证的这个 天文台等级 但是它这个品牌是 已经是用到了这种天文台 等级的这个水准啊 走时非常的精准 动力储存也是超过40个小时 4Hz高频 28800平震率的这个机星 双向上链的这个系统 秒停啊 日期的快调 通通通都有啊 还有刚刚小刚有提到的这个GMT module 他是用了这个GMT模组 在这个机星上面 那小刚也会把官方的网站留言在下面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去看一看 下期小刚会分享一些更加独特的一些表款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